今天要帶大家去池袋穿越一日遊 首先就池袋的東武東上線出發吧 從池袋到穿越最快只要27分鐘 我們現在到了穿越站了 帶大家走商店街到小江湖吧 我們現在到了前往穿越的商店街Clear Mall 這條商店街有衣服、餐廳還有很多小舞盤值得逛逛 走到商店街的地步呢 就會到小江湖的藏衣 這邊是專門賣土產的地方 江湖穿越的名產地瓜的筆 裡面的地瓜鬆鬆軟軟又蠻甜的 蠻不錯,喜歡吃甜的人應該會蠻喜歡的 我們現在來到手工烏龍麵店長谷找 這家店的烏龍麵因為是手做的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Q 再搭配上清爽的醬油 吃起來不錯喔 我們走了二十分鐘之後現在來到熊野神社 這邊除了可以求姻緣之外還可以洗錢喔 這五百塊現在價值五千塊喔 呃...五百萬 我們現在在大正浪漫Yumetori 這裡有很多江湖建築風味的餐廳 穿越這裡的鰻魚店很有名 鄉身後這一家UFUKI 我們現在來到穿越江湖風情最濃厚的主要道路 重品 我們現在來Cafe Televado 休息一下喝杯咖啡 接下來這裡是小江湖的果子 烏痕亭 那這邊有賣很多的零食還有糖果類的 欸...剛買了一個熱騰騰的江湖的果子 還有紅豆跟地瓜耶 我覺得還不錯 蠻帥氣的 除了搭工作之外呢 從穿越的商店街一路散步到冰川神社 也是另外一種選擇喔 這邊的特色呢 是三百元可以釣一個鯛魚 然後求姻緣 什麼簽呢 什麼簽呢 喔 超小子 耶 跟女友有希望囉 我們穿越的行程 最後來到了冰川橋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池袋去逛逛吧 我們回程 幸運達到了只要二十七分鐘 就可以到的快速列盤 回到池袋囉 去逛逛吃飯看夜景吧 從東武東上線一出來 就是一個很大的複合式商場 這一家Pauco 是相當受到年輕人喜歡的買貨公司 想買3C產品的話 這裡有Big Camera跟Yamada 沿著這條熱鬧的Sunshine 60 Street 走就可以到購物中心Sunshine City了 上去看夜景吧 Sunshine City展望台的門票 一千兩百元日幣 這個小區塊是看夜景的最佳景點喔 看完夜景了去吃晚餐吧 我們現在來日本漢堡百米麵的 No.18 Burger吃晚餐 今天的池袋穿越一日遊 提供給住宿在池袋的大家 一個近郊半日遊的行程 回來之後還可以在池袋逛逛喔 我是偉恩 蘿蔔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還可以 scrolling 在池袋裡 這邊先播放 這邊是否在池袋送的 這裡是否在池袋裡 這裡是否在池袋裡